一个夏天 干旱威胁着小镇上所有农作物的生命 在一个炎日的周日 镇里的牧师告诉所有来做礼拜的群众 除了祈求下雨之外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救我们 现在请大家都回家祈祷 下周末回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 做好感谢上帝为我们仆降甘霖的准备 所有的人都按照牧师说的做了 周末大家高兴地来到教堂 牧师却一看到他们就勃然大怒 今天我们不用做礼拜了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相信今天会下雨 所有的人都反驳道 我们都已经祈求上帝了 我们真的相信今天会下雨 你们真的相信吗 牧师问道 那你们的伞在哪里呢 很多人心中都有理想 但很多人都不为实现理想做任何准备 更不用说为之奋斗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成功 所以有理想还不行 你必须相信这个理想 感谢观看